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的运动员来讲 就是他比较喜欢武术 那么从小就从事武术 武术的锻炼 武术的一些精气神 武术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礼节 一些规矩 更重要的是武术的这种 文化 底蕴非常深厚 那么从小他喜爱武术 从七八岁 十多岁来讲 他都从事这个练习 一直到了运动员 通过刻苦的训练 在教练员的进行指导下 逐渐的去成熟 去发展这个武术 在最后可能是 有了一些好成绩 年龄大了 那么退役 可以继续从事这个武术 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大学 上大学 进行一些文化的学习 目的的是更好的传承 这个武术的发展 武术在国外 我感觉武术的发展 首先要了解 首先要了解武术的文化 武术文化底蕴 同时要了解武术的一些本质的东西 那么说在从事武术训练方面 我希望我们国外的一些武术爱好者 能够打好基础 练好四弓 也就是B弓 腰弓 装弓 和腿弓 这四弓 也就是说 我们要做好基本弓 和基本技术的训练 打好基础 为今后的武术的发展 和提高了 做好了一个铺垫 和基础作用 同时我也希望在中国的武术 包括国外 大家都是一家 能够通过武术来搭起这个桥梁 我们相互学习 相互交流 来传承和发扬武术 使它更好推向世界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